好了 晚安 接近国际 持续来看到俄欧战争在今天是迈入了第三年之际 美国的众议院共和党议员 推迟了批准对乌克兰的600亿美元的新的一个援助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在最新接受美国福斯新闻网访问的时候 他也就呼吁美国的国会要采取行动 否则会导致乌克兰更多人丧命 所以会有美国的领导克兰的支持 当然 但不全我们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价格 如果世界是准备于这 对的 OK 你会看到 但这是一个际众 它会会有际众给我们的一切 不仅仅是用于乌克兰 不仅仅是用于乌克兰 那可以看到呢 福斯新闻网的专访是特别选在前线 哈尔科夫访问中纲 还可以听到轰轰的一些炮响声 那么泽文斯基就对福斯新闻表示 希望是可以得到更多广泛的武器军火 但其实呢 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 数百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是截至目前对乌克兰最大最大的一个捐助国 而目前美国政府的资金已经枯竭 联邦众议院共和党人 也是一直都在拖延新的援助 包括了这六百亿美金 使得乌克兰现在是面临困境 而且随着战事拉长 其实现在国际也是逐渐浮出了一些声音 包括了对乌克兰这个事件呢 是有点疲劳 或者乌克兰应该要和事实来妥协 和俄国和谈的一个外传的这个声音 那么面对这些呢 在战争满两年之际 法国 德国和英国在内的欧洲领袖呢 其实他们也纷纷站出来表态 表态的就是对乌克兰的支持 首先看到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在今天是警告普丁 不要指望欧洲人对乌克兰的战争呢 会感到疲乏 他承诺法国对于基辅的支持是不会动摇 那么德国总理小子他则表示 欧洲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提升自我的防御能力 确保是可以抵御来自外部的军事攻击 而目前呢 德国还有法国跟英国这些盟友呢 他们也在讨论发展远距离的一些精准武器 就是要确保可以维持最先进的赫阻战略 那英国首相苏纳克则是在昨天的声明中呢 他就重申 不仅是重申了对乌克兰的承诺 更表示 他们是坚定的支持乌克兰 而且暴政呢 是绝对没有办法获胜的 强调的是西方国家必须要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 也就是抵御俄罗斯的这个决心 那么除了声明以外呢 在实际行动上来看到 英国国防部就宣布了 是在昨天的时候呢 就宣布是要投入2亿4500万的英镑 于新台币98亿元 透过跨国的供应链 在新的一年对乌克兰来添一些军火 并且呢 是要加速他们生产火弹炮药 还有飞弹 除此以外呢 英国国防部和英国的军械的制造商 他们也签署了一系列 总共呢 是总价值达到数百万英镑的合约 其实呢 这个是另外增加的 就是要为乌克兰他们生产坦克 还有装甲车的备用履带 来做一些新的一些军援 那么同一个时间呢 荷兰的官员也宣布 将会和乌克兰签署 为期10年的一个安全协议 跟进的是德国 英国还有法国 跟乌克兰他们日前呢 其实就已经签署过类似的协议 而在战事业来呢 一直被作为乌克兰最大的后援国之一 也就是美国 拜登政府则是在23号的时候就宣布 要对乌克兰发起战争也来 两年也来呢 最大一波的制裁 拜登就表示 这将会确保普丁呢 他对外侵略 也就是乌克兰 还有对内压迫的行动 对内压迫呢 也就是指纳瓦尼的猝死一世情 要做出一个付出代价 对外还有对内 而且呢 这个对外的方面 也是影响了超过500个实体的个人 那么美国财政部 还有国务院跟商务部 他们是分别呢 祭出了这些手段 财政部呢 他们是制裁将近300个实体 还有个人 那么再来看到 国务院呢 是制裁了对象 大约是250个 商务部则是新增了93个企业 把这些企业呢 把它列进一个黑名单 俄国的企业 总计对象呢 是超过了500个 那么在对内部分呢 其实拜登他指的 就是针对普丁的政敌 纳瓦尼猝死在监狱一世的这个争议 那么美国国务院也制裁了 典狱长地区的监狱负责人 以及俄罗斯的联邦监狱管理局的副绝长 一共呢是有三名的俄罗斯官员 那是为了我预访了 比较500新的制裁 而回答 在反对普丁的狠狠的战争 而回答 阿雷克西·纳瓦尼的死亡 因为不要错 普丁是回答的 那美方寄出战事以来最大的一个制裁 但是俄罗斯呢似乎是无关痛痒 因为根据经济学人报道 美国这两年在战事以来 对俄罗斯寄出的强力制裁 其实并没有达到很大的一个效果 因为中国、印度和巴西 他们是选择在战事里面呢 他们并没有表态 并没有选边站 持续地是向俄国来购买石油 间接地就会导致制裁失败 所以呢美国这一次 他们的制裁目标就改了 他们锁定的是在俄乌战争中保持中立的第三国 希望让俄国的战争精元可以垄断 那么但是呢 也有专家就点出了 印度如果是购买俄国的石油 接着他们再转卖给美国 那么这个制裁是不是真的有效 还是有待检验 那么在战争满两年前戏呢 实际上俄罗斯他们在战事方面 才刚刚是夺下了乌克兰具有象征意义的 东部城市阿夫底夫卡 那么说到激励的普丁 他在祖国保卫者日上呢 他们的一个爱国日上 不仅是对战事喝彩颁发勋章给部队 22号可以看到他跟驾驶着一架 可以在核弹的战略轰炸机 在空中飞行的大概是30分钟 他其实呢就是要展现一个强人硬汉的形象 而外媒特别点出呢 这似乎是在提醒西方国家 现在呢得要震慑俄国他们的核武能力 而且呢在保卫日当天 莫斯科也盛大的燃放烟火来庆祝 完全是感受不到俄乌战争其实已经演到两年的严肃氛围 俄罗斯总统普丁在随行人员簇涌下 登上TU160M超音速轰炸机 普丁22号前往西部大城卡山的飞机制造厂 以副驾驶身份驾驶军机约半小时 这款改良自苏联冷战时期的轰炸机 可携带12枚巡逆飞弹 以及12枚短程核飞弹 普丁大战这架新机十分出色 并透露俄罗斯95%的战略核武力量已经现代化 不仅意图震慑西方国家 正视俄罗斯的核武能力 也强化个人形象 俄乌战争届满两年前夕 俄罗斯连续突破战争前线 普丁出席爱国节祖国保卫者日纪念活动 夜晚莫斯科还燃放烟火 盛大庆祝 同时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对俄罗斯再祭出超过500项制裁 美国制裁范围包括 俄罗斯主要金融卡支付系统 参与俄军武器生产的外国企业 和涉及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之死的人员 但随着战事延长 乌克兰民众渐渐疲乏 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日益加深 而在G20外长会议上 美英澳等多国外交官员 当面指责俄罗斯侵略他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全程零互动 拉夫罗夫表示 欧洲战略安全模式 以及俄罗斯和美国先前达成的 遏止战争风险的协议几乎被摧毁 记者综合报导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松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